音楽 看不見 國小畢業 然後同學又有一個他家是 雕刻店雕刻工廠 就常去啊 就看看 看看 我很喜歡 一開始在課的時候 就是說也是傳統的 那後來就是 應該十幾年前了吧 耳機會重新再去學習 素描跟那個沾德秀 所以才比較有一些 應該說基礎概念 比較能夠去變化所謂的 我們想要的 然後比如說能夠想到的 大概就可能稍微畫一下 然後就可以刻出來這樣 那種 變化性更大吧 對 就不用拘語說一定是在傳統這一類的 本來是人物啦 應該也是人物啦 然後的話應該是說 因為有些是 我們在記憶中 然後去把它喚醒 然後就從素描 再把它畫出來 然後再刻這樣 很小 然後在山裡頭 在河裡啊 你上學 然後跟朋友在那爬牆什麼 那一堆 其實回憶很多啊 可以那個題材可以無限的一直涌現 手工雕刻 應該大家都要有一個所謂的肩負的一個傳承的想法 還有用一個真的是熱愛目標 那個雕刻來充實這個行業 就是說當初的 所謂一個雕刻工作者 以前我們是 那個人家稱就是 就是做工的 就是做工的 工的 到現在 一直經過這麼多年 然後社會啦 或者說以現在資訊 大概稱呼上面 或者說尊敬 我覺得這也很足夠了 對一個 一個所謂的雕刻的人 能夠 從事這個行業 真的是很榮幸 有三個地方 都可以 你們 在這項目 他們 對 這項目 是 最中間